但再问是什么大功德,神棍就不知道了。 有的传说,越传知道的人越多,但这种的越传越少, 就像罗布泊常说的水尾,水流流到尽,说绝就绝了。 我记得这两页,就是从水尾抢下的最后两滴水,估计现在都没知道的了。 这语气,听着挺骄傲的。 昌东问他,为什么让我们别管,又说太危险。 神棍说,首先,没两把刷子,别碰这些事。 叶流西在边上哼了一声。 其次,有个说法,说玉门官和阳官对生,本应叫阴官才对。 那些披加静官的人,再无踪迹,其实是静官之后,阴阳断绝,再也没有人能够出来。 昌东说,那皮影人。 神棍强调,请注意我的众阴,落在这个人上,皮影人能叫人吗? 棺内的真人是出不来的,出棺一部血流干呢? 而且,如果最初设这个棺口的用意是隔绝,你觉得外人可以随便进吗? 哪怕是机缘巧合进去了,能出得来吗? 反正我打听了那么久,从没听说过后来有谁再进去过。 这说明,有两个可能,要么进不去,要么进去了,再没出来。 这还不危险吗? 进去了,就再也见不到朋友了,我可是有很多朋友的。 肥糖在边上撇了下嘴,这人这么高冷,又不讨喜,居然还自称有很多朋友,他的那些朋友也真是口味很重。 神棍能提供的,也就这么多了。 我不认识你们,但既然通过刘七找到我,也算有点缘分,知道的,都跟你们说了,我能问一下,你们想干什么吗? 昌冬没吭声,倒是叶刘西忽然凑过来,自证枪圆,进关。 神棍说,那怎么可能? 叶刘西一手沁掉了电话。 昌冬和肥糖都看他。 叶刘西奇道,干嘛,这人拽得二五八万的,我一听就烦。 再说了,他不是说,知道的都跟我们说了吗,肚里都没货了,还跟他废话干嘛。 昌冬说,你就这么确定,以后不会再要他帮忙了。 肥糖也紧张地盯着手机看,是啊,西姐,买卖不成仁义在啊,好不容易才通过我好友申请,别把我给踢了。 叶刘西说,多大点事,申请个新号在家呗。 新号,新号,新号。 继续上路,昌冬一路都沉默,和丁柳他们重新会合之后,他放肥糖下车,然后和叶刘西换作,你帮忙开一段,我要想点事情。 叶刘西坐上驾驶座,低头扣紧安全带,随口问了句,开车不能想吗? 开车要专心。 叶刘西没敢提自己经常一边开车一边听戏,还同时忙东忙西的是,心里觉得他太死板,转念一想,又觉得这样的人挺给人安全感。 黑色山茶这事,真的挺毁昌冬的,他其实足够仔细,一点都不大意。 但估计洗不清了,不是因为没底气,而是因为那些对他口诛笔伐的人,早不关心这事了。 落井下石容易,只要扔块石头,捞起来却要弯腰涉水,所以很多人不捞,只当没扔过,反正有水盖着。 叶刘西叹气,手台里,肥腾在放歌,自己还跟着哼。 喜羊羊,美羊羊,别看我只是一只羊。 叶刘西没好气,妈的,把他从宠物狗往狼吊,交,现在才坦白,自己是羊。 昌冬关掉手台,我说,你听,不用看我,看路就好。 叶刘西斜瞎他一眼,我没准备看你。 这路紧单调,一成不变,看多了,让人想打瞌睡,有人聊个天挺好,提神。 我刚仔细想了想柳七说的,还有神棍讲的,到了司马道,可能还不算进了御门关。 叶刘西点头,他也有这感觉,那司马道算是什么? 昌冬说,古代想进个城,不是一推门就能进的,要爬金鸾殿,还得走几十级台阶。 司马道也许是进御门关的必经之路,好比走廊,前院,说什么都好,总之是个界定模糊的过渡地带。 记不记得,肥唐上网搜过,有个偷拍你背影的自驾车司机,半夜上厕所的时候,也被莫名其妙推了一下按照时间推算,恰好是在你开着货车经过之后。 叶刘西有点回过未来了,也就是说,他之所以遇到怪事,是因为我在附近。 昌冬点头,确切地说,是因为你打开了风头,我们假设你每次进关,都要经历写,风头,沙暴,司马道这几道固定的程序。 写的味道在于吸引或者召唤,类似于扣门。 风头生出沙暴,你注意到没有,哪怕你是白天流的血,沙暴也是晚上才发生,这其实是障眼法,黑夜的沙暴里,人很难看清,丢了人,丢了车,迷失了方向,发生了怪事,都好解释。 那个鬼驼队,在胡伤的眼皮子底下,一晃就没了,可不可以解释为,风沙太大,那个胡伤迷了下眼,或者低了下头,指着瞬间功夫,驼队进了关门。 再说回玉门关,上次我们聊过,玉门关出现的时候,覆盖了现实世界的某些区域,类似两张胶片叠合在一起,难保有些人恰好就处在这个敏感的区域里,比如那个自驾车司机,再比如恰好和你一起扎营的我们。 叶刘希忽然想到了什么,肥唐被触手拖拽,那个司机被推,还有乔美娜的车门被拽开。 昌东嗡了一声,像不像是某种保障机制,驱选那些误入的人,让他们害怕,离开,甚至口口相传,提醒后来人避开这些诡异的地方。 像肥唐被吓得屁滚尿流,隔天早上就想跑,只不过没找到路而已。 昌东沉吟,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关门在哪,不过可以确定,如果以关门为中心的话,我们的营地在外围,因为那里只是偶尔发生怪事,并不激烈。 而司马道已经算是重要区域,那里埋着皮影关,还出现过奇怪的眼睛,只攻击我不攻击你。 叶刘希笑,因为我是关内人吧,不管是触手还是眼睛,都对我网开一面。 昌东不置可否,还不能下断言,神棍说了,设置关口的用意是隔绝,歌谣里也说出关一部血流干,截止目前,关内出来的人,我们只知道皮影人,如果你真的是关内人,一定也很特殊。 叶刘希说,不一定啊,也许我是进化过的皮影人呢,今晚睡觉,我准许你看我,我也可以帮我看看。 我盛世也成了衣服里硬直版的牛皮人,眼珠子还会转。 昌东说,你应该不是。 叶刘希撇他,为什么?皮影人不吃不喝还有钱,为人低调又内向,你哪条都对不上。 星号星号星号。 下午,车进白龙堆,补给车确认了物资接收点的位置之后,掉头折返。 昌东带队,循着早已杂乱的折印,又进白龙堆腹地。 丁柳第一次看到灰白色的魔鬼城,觉得满目茫茫苍苍,分外兴起,忙着自拍,拍完又跟高深发脾气,怎么没信号。 发不了朋友圈,随身WiFi呢,也用不了吗? 叶刘希觉得,高深真是上辈子欠丁柳的,陪着小心,再怎么被训斥都默默消化。 肥唐则多少有点战战兢兢,昌东不想他这么提心吊胆,去了个空子把他拽到一边,不会有事的,出事前我会通知你。 肥唐瞪大眼睛,东哥,这都能提前知道。 昌东嗡了一声,还有,你尽量待在营地吧,这里比较安全,不用跟我们出去。 肥唐瞥了一眼丁柳那边,那两个呢,会得你们出去吗? 昌东默认,当然会,他们是资方代表,又存心声势,必然一步一驱,很难甩脱。 那,我一人留营地呀。 没两全的法子,昌东不想多说,你自己选吧。 星号,星号,星号。 三辆车,虽然离得近,但近未分明两拨人。 昌东这边捡十块雷火台生火做饭的时候,那头在吃饼干,牛肉干,喝啤酒,不说还以为来浇油的。 吃完饭,肥唐坐在营地登边看书,他事先知道,近来会无聊,特意带了几本,密切结合这一趟的需要,什么中国古代金银首饰,民间服饰,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。 昌东照例打开皮影西箱,给已经坠捷好的皮影人装干,这算是最后一道工序,装地一挺干, 这皮影人才算是活了。 眼角余光撇到夜流西过来,就知道势必又要被他挖苦。 果然,为什么都是皮影人,刚刚那个肝装在脖子后面,这个要装在胸后面? 昌东耐心解释,这个是淡绝,肝装在胸后面,胸线会挺,更好看,但那个是生脚,装在脖子后面,昂头,比较精神。 都什么人,就喜欢看女人挺胸。 昌东,因为男人挺胸不好看。 夜流西忽然劈到不远处的丁柳,低着头,像在玩手机游戏,但总忍不住看这头。 她错近昌东,我在这,小妹妹不好意思过来,我给你们挪地方。 她拍拍屁股起身,转场去肥糖那待着,肥糖有点触她,看书看得更认真了,全身上下都散发着我正在努力求知的光芒。 唯恐她挑自己的刺,昌东没吭声,继续忙自己的。 过了会,丁柳果然过来了,拿着洗漱杯,头发随意地用抓家夹起,脸颊边挂下几缕,问昌东,可以借点热水吗? 凉水洗太冷了,怯声声地,李树周到,小姑娘家,戏也挺多。 昌东起身,倒了热水给她,丁柳倒了谢,又走了。 肥糖看书看的眼色,一抬眼看到这一幕,说,呦,又换造型了。 叶刘希斜了她一眼,印象挺深刻呀。 是啊,前后有反差,容易吸引人注意,开始狂野,然后学生妹,现在挺可爱的, 其实希姐,你也应该。 叶刘希音策策的,应该什么? 肥糖终于意识到说漏嘴,舌头有点撸不平了,换,换点造型,会让人耳,耳目一新。 叶刘希说,我不用换造型,我亏就亏在长得美,换任何造型,人家都只会看到美,懂吗? 肥糖不敢说话,过了会抓牙杯。 希姐,我出去洗漱了。 她说什么就是什么,她是全国三界武术冠军。 她美,西安还有文物鉴定评估委员会。 叶刘希瞪着肥糖走远,目光收回,看到昌东过来,手里还拿着抽血针头和胶管。 妈的,又来抽她血,非得刁难她一下。 昌东忽然扔了什么过来,叶刘希抄手捞住,送到眼前一看, 是丹丽庄的和田红枣,个头有小鸡蛋大,暗红色的枣皮带光, 应该是心脏,脉象好看,不皱疤。 她眼皮危险,干嘛?给你补点血。 叶刘希撕开包装,拿出来咬了一口,肉厚,磁石,软甜里带香。 于是把手递给她。 叶刘希腊。